你好,欢迎你走进PythonWeb开发课堂 这节课的学习主题是 获取get和post请求的参数 主要包括内容有 get参数的提供方法 如何获取get参数 post参数的提供方法 如何获取post请求的参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get参数的提供方法 get参数的提供方法 主要是以以下方式来进行提供 在Ul链接的最后 添加认号名称等于值 然后用一个暗的符号表示 再添加名称等于值 如果后面有多个参数需要提供 都使用暗的符号进行连接 这就是get请求参数的提供方法 get请求参数的提供 一种方式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 输入Ul地址时 可以手工输入提供 也可以在网页中通过超链接进行提供 还可以在网页中使用表单的形式进行提供 这是get参数的提供方法 在bottle这种框架中 我们如何获取get请求的参数呢 主要通过request的这个属性值 request.query.name 这里的name就是参数名 如果get请求参数中包含这个name 这时呢我们就获取到了name和对应的这个词 如果在get请求参数中包含nam的这个变量的值 此时呢将返回一个空的词乎串 所以下面我们说了 参数名nam不存在时 则返回空词乎串 而不会呢让服务器抛出错误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个简单的实例 首先我们将用bottle写的web框架程序 并存一份 然后修改这个web框架程序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guest请求的这么一个地址 所以呢我们要提供一个guest请求的网页内容 这里我们从前面使用的这个程序当中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这里面包含一个表单form 如果这里的messor等于get或者是我们把messor的这个参数去掉 此时呢它默认的就是一个get请求 我们把这个链接修改成为get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form的这个表单中 我们添加一些需要用户输入的项目 我们在这个表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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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直接返回邮箱地址 这个网站呢 就是直接返回网页的内容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回应这个part的路径的get请求 我们仍然是用UR装饰器 那么这个装饰器呢 我们没有指定方法 所以呢它默认的也是回应盖子 定义业务函数 在业务函数中我们使用request的这个属性来获取对应的参数 首先呢我们要引入request 好 然后我们获取电话号码 再获取email 再获取email 全部返回到客户端 当然呢在实际的业务函数中 你需要将这些值用来处理或者呢用来验证或者呢将它存储到数据库当中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首先我们再命令提示服务 进行这个服务程序 进行这个服务程序 这个服务程序已经启动 启动浏览器 测试这个程序 所以这里面提供法目的是个程序的网站的根 所以呢我们直接输入local box 我们看到它提供了一些表单给我们填写 我这里面呢我们没有给这个表单一提示 给表单提示呢我们就要在这里面下入 lebo这个标签就可以了 由下面输入的是标号码 这个呢是邮箱地址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我们重新打开 那么测试呢 如果用户通过填写表单来提交查询 就会返回用户提交的信息 比如电话号码 比如电话号码 这里面呢我们随便填写 邮箱 我们单击提交查询 可以看到用户填写的姓名 第二号码以及邮箱都被返回到了客户端 在这个程序当中 已经获取到了用户所填写的get参数 我们刚才讲到 用户不仅可以通过 在填写表单的方式 来提交数据 对get请求 我们用户呢 也可以在URL参数中直接填写 比如我在这里面把它改成 我们看到 它仍然是取得了这几个参数 名称为tom 第二号码呢 为7121356 然后呢 邮箱地址为ABC 这个地址 所以通过这个手工输入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方式呢 我们在网页当中直接加入这个链接也是可以的 比如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下来 在页面当中我们加入这个链接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访问 首页 那么后面呢 添加了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 就是这个htm代码的形成了 当我们提交 别单击提交这个get信息这个链接时 它指向的就是这个地址 所以呢 我们单击它 可以看到 这个测试程序仍然是完成了所需要的 目的 这就是利用bottle这个框架 获取get请求参数的方法 下面我们看 如何利用bottle这个框架 获取post请求参数 首先 获取post请求参数 我们要知道post参数的提供方法 它的提供方法呢 它的提供方法呢 一般是在提交网页的表单 form标签中 加入max等于post 这个属性 此时 当我们提交这个表单时 浏览器呢 就会使用post 这个方法来访问 所需要的访问的URL地址 获取post的参数 所使用的仍然是request这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利用request对象的form 它的属性 并且呢 使用这个form 这个属性的get方法 来获取对应的 表单 属性这个名字 所定应的值 当然 同样的情况下 如果post参数 不包含nam这个属性 或者是这个名称 那么此时呢 我们仍然获取是一个空置不算 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 获取post参数的一个实例 因为我们要获取post参数 所以呢 要修改这里的表单 我们将这个页面代码 输入一份 将这个变量名修改一下 然后呢 在form这个标签中 添加一个属性 规定它的请求方法为post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不需要的链接 删除 下面我们新建一个 并要地址 然后呢 用它来返回这个带有post 请求的每个表单的页面代码 并没有 直接返回 直接返回 html代码 所以这里面呢 当我们提交代码的时候 当我们提交这个请求的时候呢 它指向的是get这个url 地址 所以呢 这个里面geturl地址 它自动呢 回应呢 是一个get请求方法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 回应post的请求方法呢 是一个get 我们直接导入 post的装饰器 建立一个回应 这个url地址的post的请求方法 在业务函数中获取post的请求参数 还是用request的这个对象的 号码 属性 所对应的get方法 或者这样号码 再获取邮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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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我们仍然将post的参数返回 给客户端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首先呢 这个我们需要显示的表单 是这个地址 为post 或 我们在浏览器中输入 这个url地址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表单显示 和刚刚那个get请求的表单是一致的 但是呢 当我们单击提交查询的时候 它提交请求的方法是post 然后号码我们随便出一个 邮箱我们也出一个 当我们提交查询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也是散毁了 用户提交的相关数据 同样呢 当用户以post的请求 提交相关的参数的时候 在业务函数中 我们对相关参数处理 或者呢 将它曾经处境处理过程 供以后使用 这就是在包图这个框架中 如何实现获取 post的请求参数的方式 这节课的作业是 第一 尝试获取不同类型的get参数 并将它转换为程序所需的类型 当然呢 这里面直接用item当中的相关语法 就可以了 第二 获取不同类型的post参数 并将其转换为程序所需要的数据类型 那么我们在对用户数据进行转换或者是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对用户所输入数据进行判断 比如你需要将它转换为整形 就需要呢 来判断用输入的这些数据 是不是数据 如果不是数据 那我们就要对它进行处理 或者是呢 返回相关的提示信息 否则的话 成绩会出错的 在结束这些课之前 我把上级课所留的作业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项目文件 将该文件另称一分 上级课呢 我们教训大家为自己的网站 添加一个处理404的页面 那么它的添加方法呢 很简单 首先要导入这个 r这个 就是装饰器 然后呢 在程序中我们添加 可以404处理的这种装饰器 进行业务函数 进行业务函数 在业务函数中必须要有一个接收错误信息的函数 我们返回相应的信息 当然呢 在你的网站里面 如果你希望 返回更有好的信息 你可以自定义这个词乎算 甚至呢 用一个HTML代码来代替它都可以了 第二个呢 我们是如何实现 静态文件服务的 在作业中 我们指出的是要 提供的是 CSS 中间样式表文件 静态文件服务 和JPG 类似JPG的 不像文件服务 首先我们要导入 StaticFile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添加静态文件服务 一般呢我们的静态文件服务 它的URL就配上一个Static 编两名 这里呢我们用 动作表达式来匹配 匹配的要求是 与任意字符 开头可以有多个 但是呢它的结尾必须是图像文件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 图像文件的一般会 名称为JPG 或者呢 JPET 我们规定它也可以是PNG 测试的文件 而且呢它必须是以它为结尾的 然后我们定义 结尾函数 最后看说中的参数 必须要有发生量 我们返回文件 文件名为file name 所以它的根 它的根的定义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一个项目当中呢 图片文件和 文件样式表文件 要分别建立文件夹 然后呢将它放入其中 所以这里面呢 假如说我们在项目当中 建立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是这样文件夹 然后呢 这里面的root 就可以写上 这样呢 当用户访问 JPG JPG PNG 这样的同样文件时 此时呢 我们撒回的就是 当前目录下的RMG 这个子目录下的 对应的文件 同样的 然后呢 当我们访问 或者是需求访问这个 DSS 样式表文件的时候呢 他就会到DSS这个文件夹下 去访问相应的文件 这就是上级课同学的作业 同样文件 想 我们 批发